原标题 而陈毅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年陈毅加入新四军 而新四军被蒋介石取消翻好 最后被武装收编 陈毅这位将军的本事 想必大家也都有所了解 而在老蒋的心中 他同样很钦佩这个学生 甚至在作战的时候 也很针对陈毅部队 在日本人被赶走之后 蒋介石又想要发动内战 主要是想消灭国党的势力 但是他没有想到 国党人才太多了 即便他的武器占了很大的优势 但依旧抵挡不了各位将军 当年蒋介石派遣大部队 去攻打陈毅 没想到 陈毅竟然消灭了71万国军 给老蒋重创 甚至还让他改变了进攻的策略 当年蒋介石本以为 自己手下兵多将广武器好 于是发动全面进攻 但是在陈毅 给予重创之后 他决定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 而山东的将军便是陈毅 从蒋介石的这个做法 也可以看得出来 陈毅在他的心中 还是有很高的分量的 展开全文蒋介石 为了能够打败陈毅 还专门派遣了三个军团 很多人认为 山东对于南京有威胁 是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原因 但这只是一方面 在进攻后 国军也取得过短暂性的胜利 蒋介石特别高兴 就在他以为陈毅败了的时候 没想到 却接到电报 陈毅不仅活捉了国军将领李仙舟 还只用了五个小时 消灭了国军5.6万人 听到这个消息 蒋介石都惊呆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陈毅如此顽强 淮海战役中 陈毅更是决定了 蒋介石的失败 所以 蒋介石对陈毅恨得咬牙切齿 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 也曾派遣不少特工来内地 自杀陈毅 可是都失败了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陈毅被封为十大元帅 蒋介石看到报纸的时候 支撑 陈毅的相片 对着七子说 救护此人 结局 其实小编认为 令蒋介石佩服的人 哪里只是陈毅 而是所有的将士们 早些年 人们的家中都挂着十大元帅的相片 正是他们的领导 让解放军打败了一个个强大的敌人 建立了一个和平的新中国 这些元帅都是好样的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肉体 为我们做了保障 做了坚实的盾 还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其实 像陈毅这样的大将军还有很多 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致敬这些英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